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看看我们读一个作品 如果要进一步深入 它的机理不断地展开 有什么办法 这个办法之一就是细读 穷中来寻找一些缝隙 也就是通常人们不太关注 但是能够引发新的思考或想象的地方 我们来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编程 协议1934年 那时候沈成文已经是当红的作家了 自传的出版了 他当时还是天津大公报的副宽的主编 又是教授 事业上是成功了 而且跟张兆和 大家闺秀 合肥四姐妹 跟张兆和刚结婚 新婚燕尔 生活是美满的 他就是在这个人生最美满的阶段写到这个编程 我们可以理解编程 这种舒缓的 优美的 自然的情调 可能跟沈成文阶段的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 所以一般研究者把编程是归入到湘西世界 我们前面讲那么多 分析也是这样来说的 当然是有道理 但是细究 编程和其他湘西作品不太一样 下面前面我们几条一些例子 好多写野蛮的 严实的 粗暴的 写新的 甚至是模范的 有点类似于南美模范现实主义的小说 像《百年孤独》那样的作品的 沈成文都在写 那些作品确实夸大了湘西那种直铺的民族性格 是吧 推现 推现符合人性的方面 以求和城市现代文明的贫血 前面讲的软体动物那种状况相对抗 但是编程和前面说的这个作品不是一类 他抛弃了写那些怪异的 野蛮的 写信的那些描写 他转向什么 优美的 平和的 古典的那种境界 转向更多梦幻的色彩 也更加远离现实 如果说沈成文写其他湘西小说的时候 带有一种现实的批判性 里边有更多是回忆 当然是这种夸大的回忆 那么写编程的时候呢 这更多是做梦 是抄离现实 就是说 我们对以往大家比较认同的湘西 世界的结论很快分得更细一些 编程是湘西小说里面很特别的一篇 属于梦幻神的写作 是吧 梦幻神的小说写作 这个前面说了 他是在新芬燕儿的时候写到这个湘西 写到这个编程 当时他有了张兆和 但毕竟这是现实生活 他还需要梦啊 说新芬燕儿 他也常常梦到 梦想到像翠翠这样纯洁的 直迫的自然的少女 或者说 不一定 他在他的爱妻 赵和的身上 或者说 说不定 他是在他的妻子的身上 发掘和补充 翠翠 就是编程里面翠翠的那些素质 加上沈从文自己的想象 就是成就了编程 是吧 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来考虑 就为什么他在这样一个平和的生活的状态里面 他要写了这样编程这样的作品 是吧 在据说这个沈从文呢 他这个也有过精神危机 是到了这个解放前夕 1949年前后 有过精神危机 他这一篇杂记 叫五月三十日下午 下十点北平宿舍 五月三十日下十点北平宿舍 里面谈到了三个女性 这也不是小说了 是篇文章 水笔 一个是丁林 一个张造河 一个是翠翠 他动情形的呼唤翠翠翠 前两个是现实的 丁林张造河 后一个是想象的 精神的 是梦中的 这个是一个材料的 是帮助我们理解 这个编程带有一种梦幻性质 不一定非得强化它 跟城市文明对立的 那种思想内涵 是吧 同时呢 要看到这个小说 在详细题材的作品中 它有它的特殊性 来讲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编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作品 第二个问题 脆脆的故事 是不是有悲剧意味 是不是有悲剧 如果有 怎么去理解 产生悲剧的原因 有的人认为 这是人生的悲剧 认为脆脆呢 是不通人事 它很小 它的爱情和分音 都塑造阻扰 不能够顺意 主要是因为 绕到那个人事关系里边 变得不自然的 产生了很多误会 这是一种解释了 不过呢 也有的学者发现了 脆脆的故事里边 还套有另外一个故事 故事里面套故事 就是呢 它的父母的故事 小说里面没有正面写 它的母亲的故事 是转述的 但这个故事 母亲的故事 始终笼罩着脆脆 母亲的故事 母亲的故事是什么呢 她的母亲呢 当初也爱上了一个当兵的 照理说 在湘西这样的环境中 这种难以至爱 根本算不出 什么出格的事 但最后不成 变成悲剧了 闹到松松寻情自杀了 为什么 不知道 所以这个 有的学者呢 认为 这个母亲这个故事 这个悲剧呢 是不合 这个编程的逻辑的 就做了这样的猜想 为什么 这个脆脆 她的父亲母亲 这对恋人相爱 最后要自杀 可能就是父亲不同意 是吧 就是脆脆母亲的父亲不同意 就是外祖父 不愿意她的女儿离开 因为当兵呢 是机无定手 她怕她女儿离开 女儿呢 就是脆脆的母亲呢 也怕离开父亲 但是已经怀上孩子了 怎么办 士兵必须开拔 离开 又舍不得丢下这个恋人 左右为难 自杀了 那么这个 男的已经死了 情人死了 这个女孩 活着没有意思了 还想到父亲 是吧 就把这个孩子 就是脆脆 把他生下来 陪伴他的父亲 就陪伴那个外祖父 他自己就 寻情自杀了 这是一个猜想啊 小说里面并没有写 但这个猜想啊 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这个老祖父 你看编程里写 那个老祖父 那么疼脆脆 每当谈到脆脆的分事 他都要提到脆脆的母亲 就是他的女儿 他不止一次说 脆脆呢 特别像他的母亲 是吧 可能是老祖父啊 当初是不愿意女儿出嫁 让成了那个悲剧 有一种负罪感 他现在对不起女儿 他现在把这种心理呢 负罪的心理 转移到 折射到他的外孙女 脆脆的身上了 所以他对脆脆的分事呢 是格外的慎重的 本意是要让 外孙女脆脆 幸福 但太在意了 太小心了 反而坏事了 是吧 这个老人呢 明明知道 天宝 罗宋 两兄弟 都爱上了脆脆 按照当地的风俗呢 应该让女孩子 自己来选择 是吧 他是少数民族 反正兄弟两个 选一个 可是老祖父呢 似乎不太放手 是吧 什么车路啊 马路啊 绕来绕去 他知道呢 给脆脆唱琴歌的 是二老 是吧 这个小的 但他愿意呢 脆脆嫁给大老 就是老大 以示呢 还是要给脆脆 征求意见 说创歌的 有个走马路的兄弟 怎么样 接着把事情复杂化了 这个老祖父呢 就成了一个 有机心的人 所以他外孙女的事呢 就给这种机心 给搅黄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 做细读的分析 就沈重温 在编程 这样一种自然 活谐的氛围中 为什么要写这种 绕来绕去的 有心机的 这样一个故事呢 为什么要写 这样一个背后的故事 这个问题啊 没有解释 大家可以来思考 是吧 大家可以进步来思考 以前呢 我们不太注重 这些细节的矛盾 的确 在编程那种 优美 活谐 宁静的环境中 它也有一些 不活谐的因素 它也有机心 这个心机啊 是吧 可能破坏了这个矛盾 这种心机 或者机心 不一定是所谓 现代城市文明的产物 所以这个问题 也值得 进一步探讨 这个 其实啊 所谓的人性的悲剂 它是包含有 很复杂的因素的 是吧 这里就顺便两个问题啊 这关于写作姿态 是吧 关于这个 故事里边 套故事啊 它的悲剂性的问题 大家就作为一个 细读中 一个思考吧 是吧 最后简单讲一下 这个 编程的文体 和语言艺术 编程啊 是一部呢 带有木锅田园诗 风格的 一个作品 什么叫田园 木锅 木锅田园诗呢 是吧 这个是 未来的一个概念 德国的作学家 和美学家 素本华 曾经 制作过 一张诗歌体制 级别表 就将各种 基本的文体呢 分类 是吧 一次呢 是 郭瑶 田园诗 长篇小说 史诗 和续剧 它是一级一级的 他认为续剧啊 最具有客观性 田园诗呢 显然是比较 靠近诗 诗 诗当然不一定 是客观性的啊 田园诗 最大的特征 就是木锅情调 所谓木锅啊 是指呢 最早啊 是指 古希腊人 描写 西西里岛 牧羊人生活的 那些诗歌 后来呢 这个 这个 维基尔 这个 一个意大利 这个诗人呢 写了著名的作品 叫木锅 也是带有一种 田园风格的 以后呢 人们就习惯了 用木锅来称赞 界类作品 界类作品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一种 比较传统的诗歌 啊 表达都市人 对理想化的 浓木生活的 向往 叫木锅 文艺复兴以后啊 出现一下 专门写 古代田园生活 或者田园诗的散文 是吧 也是呢 木锅一类文体的隐身 所以现代批评家 常常是把那种 偏向单纯的 扑术的 那种生活 并且常常 和现代繁复的 那种现实生活 相比照的作品 都称作为 木锅诗的作品 或者田园诗 知诗的作品 所以中国现代作家 一般呢 都是赶食忧果 很注重 现实的干预 很少那种优眼的 乌托邦式的 那种艺术想象 中国作家一般 不太擅长于 这方面啊 就像鲁信所说的 风沙扑面 人分都那么粗糙 哪有闲心 一字去写什么田园诗 是吧 因此啊 现代文学中 现代文学中 是极少田园木锅型的 那种作品的 沈从文就是一个例外 当然呢 可能还有费名 是吧 我们新城 编程 以及沈从文的 其他描写 湘西世界的 木锅诗的作品 有多种角度啊 有多种角度 我这里提示两点 就是呢 第一 要注重自己进入 夜度状态后的 最多的时候 要注重自己进入 状态之后的 那种梦幻感 或超级感 这都 沈从文界的作品呢 应该体会那种梦幻感 另外有超级感 都现实 拉开祭礼 这类作品的 深美情气 主要就在这里 作为一个 积富形式感的 出色的小说家 沈从文的贡献 就是创造了 诗意的 抒情小说的文体 或者说是 诗画的 抒情小说题 就是前面所讲的 木锅情调的作品 实际上是把诗 和散文 引进了小说 打破了三者的界限 扩大了小说的 表现领域 和 审美的功能 深从文 注重写意境 注重造进 表现 凡夫俗子的 日常生活 这个同时呢 重在民俗 重在人情 使到优美和平荣 胶着这一块 那种纯朴的 健康的 跟严实的 萌味的 并存 深从文的办法 就是纯化 把自然景物 社会生活场景的描写 尽量的 融入到 简朴的生活情质之中 人和自然合一 或者自然反景 成了人性的外化 人性的外化 像编程里面那些 自然景字 写得那么美 就是参照 作家的感情 他的回忆 他的想象 他的每些追求的 这个自然景物和 人世民俗的融合 作家的人生体验的 投射 存情人物的设置 流动的 抒情的笔制 共同造成了 现实和梦幻 水乳交融的 那种意见 所以我们感觉一下 读沈从文的小说 要注重 这方面体会 梦幻感 超理感 当然跟他的语言 也会造成这种感觉 前面一开始说了 他的舒缓 他的扑速 节奏比较慢 有一种沉浸感 甚至用词有点木纳 有点依缓 有乡下人的味道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沈从文的文章 它不完全是口译的 它带有点书面 特别受到佛经 圣经翻译的 那种文笔的影响 这也都造成一种 很特殊的审美的气味 最后我要稍微提一下 沈从文的散文创作的成就 也很高 他的散文就像 他的小说一样 是诗歌化的 诗话的问题 不过除了惯常的 诗意的 抒情呢 沈从文在他的散文中 喜欢 夹戏 夹义 那种笔法 还不时以一种 哲学家的姿态 在议论中 涌进 进退 易如的 思考 历史和生命的出向命题 在沈从文有时候 他的散文里面 经常会跳出来 思考一些 哲学的命题 像 湘形散机 湘西 就是这方面 非常出色的作品 这些作品呢 带有地方质的色彩 是采取地方质的 一种文体的写法 但又带有一种 相同木锅的特征 是吧 因此可以用 这个比读他小说 现实一点的期待 来读他这类散文作品 欣赏他 以故乡的 文学情感生活的 那种传书 要注意呢 沈从文是如何 将相细的人生方式 通过景物的印象 人世的哀乐 微微道来 是吧 但是呢 他的散文呢 比起小说来说 这个好像更真切 更有种历史感 当然也能够更加直接的 触摸到 作家的灵魂 作家的情思 所以沈从文的散文呢 现在我们重视很不够 他也是对现代文学的 一个大贡献 以上呢 我们就介绍了一个 沈从文 他的创造生平 是吧 特别是他写作的姿态 他的角色认知 跟他创造的关系 然后我们重点呢 分析了编程 最后呢 我们又讲到了 由编程所引起的 一些问题的思考 是吧 包括呢 对于沈从文 这个写作 这个 他的一些观念 他在当时的文学史上呢 那个特殊的地位 也思考 这个沈从文呢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家 也是一个成就 相当大 现在还没有引起我们 充分的挖掘 要充分的注意的一个作家 今天呢 我们沈从文就讲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f johnson